在外區,可能你會覺得很難上車 但來到元朗,其實有很多選擇 如果我們說兩乘首旗,八乘按揭的話 十八個鄉路,其實有很多選擇 例如後面上月,前面還有樽巴和圓竹 基本上可以找到600萬以下的上車盤 基本上是全新的物業 另外它們都不會設定一模一樣 它們各有特色 我們身後的上月,總共火數是2580火 由12座組成 大門這裡,你會看到海船面的設計,其實很有氣質 樓價相宜,指引這裡是元朗區的外圍 隨著元朗西鐵站通車,以及Yoho Town落成 逐漸將涉逸的元朗區重心 由市中心向外拓展 其實你看到這裡,我們說奉長路以東 元朗公路以西的地方 這個就叫做雞地 為甚麼會叫雞地呢? 因為在近日,1960年代 這裡是做一些叫做雞賣賣的地方 所以久而久之,這裡就叫做雞地 現在就變成高級住宅的地方 周邊地鋪,開設一間又一間的特色食市 發展為一個美食天堂,混雜各種美食 元朗的美食其實是很多樣化的 除了地道的美食之外,近年也開了很多高級食市 為我們區內的居民帶來很多驚喜 令很多外區的人也會慕名而來 由Yoho Town 去到Mid Town 以至最新第三期的Grand Yoho 地鐵上蓋有利升值之外 機座商場Yoho Mall營點的開幕 更加打造出全區消費熱點 在以前Yoho未落城之前 如果元朗市民要買東西 基本上就是去元朗廣場或者千色 如果要大型商場的話 唯一只能到屯門市廣場那邊 其實Yohho Mall佔地110萬呎 是新界西來港最大的商場 裏面最厲害的一定是它的IMAS影院 因為是我們全新界最大 還有總共有七個影院 人口53萬元的元朗區 是香港70年代開始發展的新市鎮 昔日香膠地區 隨著周邊發展越見迅速 由市中心向外擴張的勢力 還有一個區正在變天 這個就是朗平站 與元朗站只有一站之架 自從西宙和朗平8號落城之後 這個小區都慢慢旺了起來 朗城會的開賣 亦吸引了很多分支家庭 前來置業 我們現在走進去東投工業區 是政府銳意打造的一個新的商業區 有些地皮做了一些住宅的項目 另外有些地皮為了商用的項目 例如我們旁邊 星星地產的雄方 樓面面積11萬呎 另外2015年在我們後面的信和 會投入一個商業用地 牽涉50萬呎的樓面面積 會銳意做一個甲級的商業項目 人才尊豬 相信會刺激到周邊的住宅需求 由元朗西鐵站過來 只需要一個輕鐵站的距離 來到我們身後的大馬路 很多外居客到來 都會買一些老婆餅 手信 回出去 其實我們元朗有很多懷舊的食屎 像我們後面這個 大榮華酒樓 都有四五十年歷史 最有名的榮華臘腸 另外就有月餅 如果在裡面吃的話 都有很多圍頭菜可以吃到 政府總統法 否修正 我相信